中医到了 南大陆 我们来了 拜托 我们好像不是来度假的吧 太棒了 我在东大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风景 所有东西都很有趣 我们一定要走遍南大陆 别忘了 博士 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你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吗 放心 我早有准备 猪猪侠 赶紧把地图拿出来 对了 石人火 没了 不是吧 哪边才是前往报名地点的路呢 还不是因为你把地图弄丢了 才导致我们迷路 算了 边开车边找路吧 反正车上物资充足 开个三天三夜都没问题 可是 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 不是吧 难道我们要一直迷路下去吗 不要 不要 你们听 什么吗 只是引擎声而已 不是 有引擎声 也就意味着 大表现有人在附近 很好 我们出发 森林里面怎么会有条赛道 刚才的声音是 有车来了 这里 这里啊 这里啊 你好 你好 等等 让我来吧 你好 厉害 你们是 我叫猪猪小 不认识 等等 超新车队的 超新测工了 大叔 给个机会 我们还是职业赛车手 赛车手 其实我们就是拥有着无人能敌的高超车技 以及默契无尽的团队配合 在今年的东大陆超竞速大奖赛 登上王者宝座 我们是 冠军之身 超新车队 东大陆的冠军 你们这么厉害 跟我赛一场如何 赛一场 那 你的赛车呢 嘿嘿嘿 我就用这台宝贝就行 你们不是想问路吗 能把我甩掉 就告诉你们 竟敢想瞧我们 清航 我们上 是清线能源燃烧的味道 不会测的 是赛车 没想到南大陆的第一个对手居然是辆货车 毕竟这也是场比赛 我们必须尊重对手 小伙子干劲十足嘛 让我想起了热血沸腾的青春 没劲 哇 冲啊 竹竹侠 青航 竹竹侠 青航 这是你们 在南大陆跑的第一条赛道 千万不要大意啊 哇 赶上了 赛车可比小船带正多了 上啊 冲啊 这下赢定了 我们还没把它甩掉 不能算赢 蜘蛛侠 不能大意 轻轻松松 这可是传说中的六龄神车 我们俩之间这么点地方 竟然也能超过去 这怎么可能 果然 这大叔不是寻常人 我们追 不好 前方弯道变窄了 快减速 小伙子 猪蛇 几航 这赛道真实的 已经完全没法发力 不是吧 南大陆这么可怕的吗 一鸣开小货车的大叔都这么厉害 黎虎博士 我们要不要把他叫停啊 我担心 不用 自从赢到比云山之后 他们就有点骄傲了 这样也好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山外有山 还不减速吗 大叔 你太逞强了 大叔 你开的可是货车 重心过高很容易翻车的 怎么会 猪猪小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猪猪小 这位大叔绝对是赛车手级别的水平 明白了 我要是再小看他 我就是小猪 哥 你本来就是小猪啊 太棒了 真不愧是雷鸣大叔 看我的 气势不错 可是这种情况下 你们恐怕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就是这里 猪猪化爆裂重锋 好酷啊 好酷啊 他终于放弃了吗 猪猪侠 青糖 前面是下坡弯道 什么 糟 糟了 猪猪侠 猪猪侠 你怎么样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我们竟然输给了一辆货车 都怪我们轻敌了 而且对赛道也了解不够 不三不四 这点小损伤应该不成问题吧 维修倒不算难 可我们 我们才刚到这里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零件工艺商呢 我们带来的后备零件 可不够同时料理两台车的大商 怎么不早说 那现在怎么办 玛丽博士还留在东大陆 搞研发呢 真是不好意思 都怪我好胜新奇 到我的修修镇来吧 那里有你们需要的一切 修修镇 修修镇可是个好地方 云云 带路 你怎么发现我的呀 我还不懂你 来 带我们的新朋友 一起回去吧 我 都怪我 诱斗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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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